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跌点没跌多少 28点而已 没有量 只是我比较注意的地方 昨天台北股市大涨之后 为什么今天攻不出去 因为你看昨天欧洲的部分 欧洲昨天是开高走低 因为昨天欧洲是开高走低 像德国 昨天原本是大涨100点 从大涨120点变成压回 因为昨天欧元区跟德国 英国都发布 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只有德国比较好而已 其他都小幅度的下滑 代表七月份欧洲区的制造业 普遍是滑落的 加上股市涨了一段时间 所以昨天欧洲股市的部分全部都是开高走低 不管是德国 英国或者法国都一样 所以连带的影响到昨天晚上美国的部分 昨天美国也是开出高盘 可是开高之后 一下子就刷了下来 一下子刷了下来 包含昨天比较强是在NASDAQ的部分 所以昨天欧美股市不强 可是也没有太弱 影响到今天亚洲股市整体的表现 今天亚洲整体的表现也不强 也都要平盘上下 跌比较多是日本 跌了0.79% 日本现在波动蛮大的 因为它很多政策正在发布 包含一些新的提升方案 都在发布当中 所以它的波动会比较剧烈 那大陆股市也是 大陆股市最近波动也是蛮大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美国股市 虽然道琼是小跌 可是你要了解到 它内部的结构问题 我经常跟大家讲 你不是看这个表面 你看表面没效 你要看到深层 到底是谁让美国涨 谁让美国跌 昨天油价大跌3.1% 已经来到40.8美元每桶 我想在50块钱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预告过 50块钱这里已经紧绷了 尤其美国的页岩油的厂商 认为第三季会跌 在50块钱的时候 已经开始抛售石油的合约 而且目标他们认为 40美元会破 果然昨天 原油价格每桶 已经来到40.8 昨天一天跌掉了3个百分点 那油价一跌 可想而知的 石油公司的股价一定跌 所以昨天 所有石油公司 不管是艾克森美孚 或者是BP 甚至于是可牌石油 全部跌幅都在3%到4% 这样的一个范围 3%到4% 以这种大型公司来说 很多了 尤其石油公司 都是大型规模的 所以占指数的成分比重 也比较高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跌了 跌了什么 就在跌石油股 反正你看到 NASDAQ 这个代表科技的 分成半导体 这也是科技的 反正比较好 所以昨天是美国股市石油股 在扯后腿 那石油股跟台湾的联系 几乎就没关系嘛 顶多有联系到 就是石化类股而已 塑胶类股而已 否则电子股的话 我们跟美国联系 其实反正还是受贿的 昨天 Apple涨了1.77% 亚马逊涨了1.1% 但没有大涨 没大型 因为 看拉斯达格分 半导体就知道 没大型 可是最起码是比较稳的 那昨天还是有弱势的 比如说WD 全世界硬碟最大厂 WD 昨天继续跌3% 上个礼拜财报发布完之后 一天跌掉11% 不但没有止跌 而且是持续扩大下跌当中 那昨天另外 Tesla也跌2% 目前全世界最夯的电动车 Tesla 那Tesla要怎么跌 因为你油价跌 对于那些捷能减碳的东西 就没有那么的迫切嘛 所以Tesla股价 往往都会跟油价来做电导走 昨天油价一跌之后 Tesla也跟着跌 那另外 Solar City 就是城市太阳能 这个就是Tesla 他要购买的那家太阳能公司 昨天财报发布之后 更大跌的7.4% 所以这个就如同林特叶所说的 现阶段行情重点 都在各股财报身上 基础其实不是重点 指数不是重点 你不要把指数看得太过度 那亚洲股市的部分 大陆股市刚开 目前还平盘上下 那昨天我针对大陆股市 讲蛮多的 大陆股市暂时多注意 不要急得动 因为他们政策的关系 不要急得动 好 台北股市目前是小跌8点 你要知道 昨天外资又大买128亿 光是7月份 外资就买了1600多亿了 目前外资的总持股 已经到4兆1000多亿 比去年4月份 加群指数在万顶的时候 整整多了2000多亿 昨天外资在台子旗部分 进多单大增5000多口 目前外资的进多单 已经来到71000多口 这也是有史以来 最大最大的部位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你说台北股市 马上要变成空头 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不可能的事情 想也知道 外资才刚把部位 加到最大 怎么样也不可能 在这个时候 马上转回空头 随时 这个盘都会在喷出 随时这个盘都会在喷出 问题重没意义啦 你去摘那种东西 没意义 除非你是做指数 那我就没话讲嘛 你如果做股票的人 重点还是在选股 没有量的时候 代表大家都很保守 当你很保守 问题外是一直买 外是为什么敢一直买 因为你们不买啊 你们不买 他就大买天一货 是不是 所以这个行情 重点在选股的部分 那无量 你选股要小心 越是无量 越要小心 现阶段重点都在财报身上 现阶段重点都在财报身上 财报有好数字的 市场都会给予涨升 可是你不要去追高 像我们一直跟大家谈的 瑞玉 第二季赚两块 问题已经从50 涨到110了 已经从50块钱 涨到110了 你再去追没意义了 对不对 它很有可能会形成利多的出境 果然财报发布完之后 就一天而已 就供不出去了 6269的 6239的 历程也是啊 财报发布完之后 有动 可是动得很慢 今天目前 也是跌两毛嘛 所以你去买这种 已经涨了一段了 涨了一倍了 又堆得没意义啊 反正那种底部 刚开始的 你看几档财报刚发布的 比如说 1605 对不对 华欣 昨天涨停 今天还是保持要继续攻击的态势 对 华欣 虽然说 股价也涨了一段 我也给大家看过 上半年就已经有 上半年就已经 0.56 而且今年的业绩 光是上半年已经 吃掉了连续两年的获利 甚至于 六年来最好的一年 相当是这个啦 每股净值 把上半年的0.56加进来 现在已经 十八块了 十八块一股价 才十块钱而已 才十块钱而已 所以这不可以拉一跌 这个 他如果赶下来 你就要赶大买 你看我们在 之前的时候 7月14号的时候 华欣 怎么样 华欣 我们九块钱就在布局了 我们九块钱就在布局华欣了 我们在家就在布局了 我们在这里就在布局了 所以我不是嘴巴说说而已啊 为什么华欣这机会好 因为华欣是国内 不锈钢的最大厂 虽然不锈钢占它的营运 只有三成 可是这家公司 每年的营业规模 1493亿 光是三成就有500亿啊 所以它是不锈钢的最大规模 你看不锈钢最近在国际市场上面 每顿从8000 从每顿从8600 8300 标到10307 标 2500亿金也一档 所以当然对于整个不锈钢 这是虐价 虐价虐报价 当然对于不锈钢 会有带头的作用 对不对 另外你再看 我们在上礼拜 我介绍的汉语博德 5469 汉语博德 有没有 汉语博德 是不是很强 我们今天也通知继续加吗 汉语博德 汉语博德为什么这么强 第一季0.06 上半年也是0.4 所以第二季有0.3 第二季有0.34 那币是赚的不多没有错 可是这是一家一直都维持赚钱的公司 账面一股27块钱 账面一股27块钱 那股价只有10块钱 情何理堪 对情何理堪 这种股票随时都会冲 随时都会冲 财报发布之后 有些委屈的股票 市场自然会关注到它 市场自然会注意到它 对这是瑞宣也不错啊 好也是也是很强的标的 今天包含我们会员持股 你看论泰权 今天也动了哦 我这两天一直提醒你 51.3 51.4只要过关会开始动哦 给你开始认识了哦 论泰权 我们对44块开始说到现在 开始认识了哦 昨天我免费 送给大家这一份 第二季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底部股九档 我们N港 礼拜六演讲有讲 你们来听的 我昨天要免费送你哦 有没有打算进来免费收取 有没有 你看这里面的股票 党党都是最好的标的 我们昨天会员进联军 我们昨天VIP会员进联军 3450的联军 哎136了 我们昨天进128的 我们昨天进128 现在136 已经八块了哦 已经八块了哦 联军 从190下来120 从190下来125 业绩很好啊 这个业绩是连续三个月历史新高 连续三个月创历史新高的 第二季的营收 第二季的营收也是历史新高 你看第一季20.4亿对不对 20.4亿已经是历史新高了 第二季21.5亿再创历史新高 它已经是连续多久你知道吗 已经是连续第三季了 从去年第四季 今年第一季到第一年第二季 营收都不断在攀高 所以第二季的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一定又是一个历史新高的数字 去年12.4亿你看它的业绩 从3块到6块到9块到12块 几乎是实现爬坡的 今年又成长了27% 所以今年每股获利应该有 14块钱起跳的机会 只有股价 营收获利创新高 股价反而从190低到120 所以我们买的股票绝对都是 高获利高成长底部的股票 所以我说你跟我这样做 放心 放心 那我们今天谈另外一档股票 我们今天来谈另外一档瑞宜 6176的瑞宜 强望出去我们来谈瑞宜 6176 瑞宜今天也是大涨 但我不是说大涨 弹拿出来跟大家谈 如果大涨到后面才刚开始 那当然还是机会嘛 可是如果涨了之后 到高档又大涨 那如果再去推荐就没意义了 为什么我会推荐瑞宜呢 瑞宜今天也是第一天 今天也是第一天 你看这支股票 也是跌很深 这支股票从140 连跌两年跌到40块 百是半成40块 前面一字头不见了 那真的那么差吗 真的那么差吗 但连续两年从10块变8块变6块 获利是下降当中 可是你看他今年 第二季1块2 第一季9毛钱 上半年已经2块1 上半年2块1 去年的上半年才多少 才8毛钱而已哦 去年上半年8毛钱 它的重点是在下半年 下半年就占了6块钱了 下半年就占了6块钱了 那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2块钱 今年会不会回到8块钱以上 今年如果回到8块钱以上的话 那么现在股价只有53了而已 会不会太便宜 加上账面上每股净值 52再加上2块钱 账面净值一股有54块啊 这种这么赚钱的公司 账面净值有54块啊 今天开始起档第一天 今天开始起档第一天 KT刚交到向上 这是一档相当不错的标的 全球背光模组的最大厂 也是平盖骨的成员瑞伊 6176 提供给大家 短线操作上的参考 今天跟大家分析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实际遣 谢谢大家